《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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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还记得 昨天的《圣经》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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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主要的圣教 这个圣教是什么 要说圣的 就是成圣 但是 昨天的福音也 告诉我们 很多人 没有办法走这条路 为什么呢 有一些是糊涂的 就是 没有生命 没有什么的方向 有的时候也没有做好的事 每天很忙很忙很忙 但是 很忙什么不知道 有一次有一个教友 告诉我们 整个人 整个人 今天 差不多每天我还忙 不然到了晚上 我不知道我忙什么 忙上忙 整天 然后没有做工作 可能有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搬高阶的时候 我们也 搬这个 这 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工作 整天上 后来 然后他说找资料 哪里找资料 是糊涂的 就是没有方向 没有做什么 在今天呢 也是差不多一样 耶稣基督 经过我们 用一个比喻 经过我们 有一些人是糊涂的 所以 每一个人得到一个天才 都是没有用过 浪费的 所以 没有用的 也是 懒惰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 鲁金医 相保罗也 给我们一个答案 其实我看到了 今天的鲁金医 我开始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沙漠教父 展卡贤 给我们的答案 我们有一个 气度度的问题 就是 就是懒惰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他给我们三个 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是什么 要 以过 安定的圣果 就是 尽量 要过 很安定的圣果 什么意思呢 沙漠教父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人 没有得到很多麻烦 但是 找自己的麻烦 这个是很好笑的 他们说 其实我们 没有那么多人 给我们麻烦 但是我们 刺激到 刺激教 自己的麻烦 这是糊涂的 不知道有一些人 想什么东西 他们会 教自己的麻烦 后来他们的 生活乱七八糟 所以呢 第二个 是什么呢 就是 办自己的事 你灌什么 你灌很多东西 你灌很多东西 其实你灌的东西 不是你的 为什么你灌别人的东西 有一些人是这样 灌那个 灌这个 灌这个 灌那个 那他说什么 为什么他是这样呢 你自己的生活里面 自己错 没有 所以呢 上我找父 已经讲得很清楚 三尽本分 就是很 真的很多人 管别人的事 但是自己的事没有做 他神不 因为我关心他 哪里关心他 这是好气的 因为你想知道他的事 所以专心做 你应该做的事 已经够了吧 对不对 你我我 如果我今天 我很专心做 我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已经很忙了 累死了 但是呢 很多人关这个 其实不是他的事 后来呢 他自己的工作 没有做 沙漠 有一些沙漠 教育也 提醒我们 一个危险 我们做善事 逃避我们的责任 这个事也是不好 好像你做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 你自己应该做的事 你没有做 最后呢 他们说 亲手 工作 为光 这个是我以为呢 古代的时候 我们特别是 我们修为的人 我们用手 工作 因为圣经的精神 后来 我们 我发现了 在沙漠教育的精神 这个方式是 让你专心 变成很专心 变成很专心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分散的 我们祈祷的时候 很分散 很分心 工作的时候 更专心 不知道 不知道 要想很多东西 所以 没有办法专心 做我们的工作 to work with your own hands 所以在今天的古今里 没有 想把我们给我们 很简单 但是很精致的 就是 生活的方式 注意很多问题 特别是 懒惰的问题 所以 你们看到很多人 很糊涂的 懒惰的 没有用的生活 为什么呢 不专心 管很多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才回到昨天的古今里 没有办法走 那个圣灯的人 后来呢 我们的生活 就是 迷路的浪费了 希望 我们今天的 上个 建议 上巴勒给我们 上个建议 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 好好地 按照 他的建议